对 我们知道这个南极最低温可以到零下90度 北极的是到零下70度 那为什么极地温度可以冷到这个程度 主要是南极和北极纬度比较高 我们都知道赤道比较热 主要原因是赤道的太阳比较高 永远在我们的头顶在上空直射我们 然后我们陆地接受到的热量就比较多 而在极地南极和北极太阳都比较低 斜的照过来就像我们的傍晚一样 我们接受到的有效辐射就少 日量就少 另外地球的两极几乎全部被冰雪覆盖住了 这些冰雪就像镜子一样 把太阳的能量反射回太空去了 还有在极地地区主要是高压大气 因为高压大气极地的风是向外吹的 把极地的热量都吹走了 有道理 那为什么北极给人感觉也确实是比南极还要暖和那么一点点 对啊 这个很奇怪 第一个原因就是南极和北极地形的差异 南极冰盖的面积是1372万平方公里 占南极大陆的98% 它的冰盖厚度又达到2000多米 所以说特别特别冷 而北极主要是海洋组成的 北冰洋的面积约为1478万平方公里 上面覆盖有大约850万平方公里的海滨 其次呢 因为南极周边全是海洋 它周边的风就特别特别大 它就阻挡了赤道向南极的热量输送 而北极地区周边都是大陆 这些大陆的地形起伏呀 就把北极周边的风给减弱了 这样从中地位地区到北极地区 出的热量就比较多 最后一个原因呢 就是南极海拔比北极高 南极的平均海拔是2000多米嘛 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山顶上肯定比山脚下要冷嘛 日常的经验嘛 如果夏天的时候你要避暑 就进山啊 去爬山 据说是每升高1000米 温度呢就要降6摄氏度 没错 所以唐代诗人白居易有首诗 大家很熟悉 叫人间四月方飞进 山似桃花使盛开 就是诗人注意到了 庐山里面那个温度 要比外面低很多